大家好,我是蓝蓝 接着上一期视频啊 这不是坐上车了吗 然后他呢 开着车就拐到我们家附近 一个超市的地下停车场 我就知道他干嘛来了 他这里的人还挺多的 我说我不上去了 我在这儿等着你 事情啊,是这样 他昨天晚上上超市 拎了一箱奶回来 后来我说 你这奶是给谁买的呀 他说谁喝都行 结果我今天早上起来呢 看这箱奶啊,我就生气 我这人嘛就是有话必须得说出来 我们夫妻之间也是一样 我不会说就憋在心里面 但有的时候也要忍 也不能说什么都说 要不然你天天都得干账 因为今天呢 不去我妈那儿吗 老人嘛 我昨天我每次去我妈那儿 都事先打电话 问缺什么缺什么 然后因为老人也吃饱了多少 你说他冰箱里还有 你再给他买 没地儿割都坏了浪费 后来我妈说 你上次买的东西还没吃完呢 你千万别再买了 就全问了一六遍 什么都有 后来我说咱今儿吃什么呀 说吃饺子 想吃什么馅儿的 浑香 我说行 我说你们别买啊 因为我妈孙大了嘛 我就不愿意让她出去 我说那我都买好了 我去 我妈说想吃那个 什么佛手啊还是什么呀 我说我都没通说我也没见过这玩意儿 哎 我们家那个张哥 他给我妈买过 我妈说他知道 我说行 结果他昨天晚上就去超市买佛手去了 买完佛手呢 他拎了一箱奶 这不是就说到这奶吗 我今儿早上你看那奶 我说你还买什么了 他说这牛奶和佛手 我说那去我妈那儿 你不说给我妈拎一箱奶 啊 你咱家六楼爬上来 你拎上来了 你怎么再拎下去呀 他就不高兴了 他那意思哈 我说你啊 就心里没我妈 我说怎么你去你妈那儿 你每次都拎两箱奶呀 啊 你没有一次辣的 你去我妈那儿 我爸我妈还能吃什么 还能喝什么呀 啊 拎小奶 是吧 你拎两箱 你个子你车上一箱 你拿上来一箱 给孩子们 给我们喝 啊 你就心里没我妈 他就记住了 我是瞎刀了吗 女人吗 就是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他就记住了 结果本来今天早上起来啊 不是跟他闹了点那个哈 哎 就晚了 他又停车什么的 又挪车又晚了 你说我这着急去我妈那儿 又还抱脚子 我还得和面 还能弄 是吧 宅下什么都需要时间呀 你也老人了 中午你太饿的话 他难受啊 我这急的就不行 嘿 他不说还 还不说赶紧开车去我妈那儿 他又上上面买牛奶去了 他就跟你交劲 你不是说缺奶吗 我给你买去 就这情商低的蛮人啊 你就没说 这一大早上起来老跟大家叨了 但真的都是 人家有什么错 人家买买去了 你不是让人买 人家买去了 你还说人家 我也不知道我错哪 这夫妻之间没有对错 你谈得太明白了 情就没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是管不住我这张嘴 以后啊 咱们啊 这女同志 她怎么管啊 有事不说 忍着 一次两次三次 时间长了 不就大的矛盾就出来了 下来了 别说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